歡迎收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歡迎竹竹 我是佳麟 阿民 歡迎收看 GO GO節目 竹竹 妳對於設計有什麼想法 設計嗎 我覺得設計就是 有某些比較心機的人 會去布袱 陷害別人 不是好嗎 我們節目怎麼可能介紹這種 我們說的是 設計的設計 我剛想說設計 我不就是你常做的事情嗎 你對於設計哪有 設計你有什麼概念 好啦 說真的 設計我覺得它的概念 應該就是 某些很有才華的人一群人 他們透過他們的創作 讓整個城市 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的確 一座城市如果有好的設計師 會變得非常適合人居住 對 而且我覺得設計的範疇 也很廣 大到像你剛剛說的城市設計 或是遊戲城市的設計 服裝的設計 或是室內設計等等的 很多 太多了 對 我們這一集就要透過 服裝的設計 還有室內的裝潢 來看到台北這個設計之都 對 現在就從赤峰街開始吧 Let's go 冬野峰潮流港式餐廳 溫創中享用美味 這個全球美食 當然是要給全球美女吃的 來 吃… 吃飽喝足 竹竹阿民決戰時裝伸展台 看誰會是台灣 下一位潛力設計師 我可是義大利的設計師 請坐下 請坐 對… 好不好 好 簽個名 書 反正這邊等它稍剪掉 這個都等於在上面 抱歉… 竹竹阿民兩人的作品難分宣製 專業老師現場欺騙 誰能贏得最後勝利 你不知道的大台北景點 都在GoGo捷運 赤峰街這邊有一間 由5位香港年輕人所開的店 好特別 到底跟台灣人開店 什麼不一樣呢 我相信香港這個國際大陸 是能帶來的風格一定很特別 跟我們進去看一看 走 漫步在赤峰街 絕不會錯過這間 有著大片落地創的港式餐廳 一走進去 就被工業風與木質裝潢吸引 裡頭還有精選潮牌商品 跟藝文展覽 到處都是文青氣息 歡迎今天店的負責人 也是來自香港的朋友 KEN 雷虎 嗨 雷虎 妳好… 妳好 廣東話妳醒不醒了 不行… 怎麼都快就放棄了 對… 像我本人就是還滿博學多文 廣東話也算OK 但你們兩個聊我先走了 不要這樣 要排級舞 我們講中文也可以通 可以學嗎 我可以教你 好 那你教我 你好 你好 以後 出去我可以 要難一點的… 吃了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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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飯沒有 今天就懂了 那… 美女 你很醜怎麼講 你無仰衰 你很有醜 幹嘛學罵人的話 我們要… 要剪掉 要有良善的精神 對 妳是不是跟香港的朋友 見面是不是有很可愛的感覺 很可愛的感覺 就是是華人文化 可是有不一樣的語言 帶來也是不一樣的這種情調 像妳一進來這間店 妳就會感覺說 完全跟台灣的咖啡店 或者是我們印象中 傳統的那種 年輕人會開的店 完全不同 對 就是感覺旁邊 我剛剛看到好像有跟 譬如說橋牌有結合 然後還有一些 藝文的展覽等等的 很酷 連裝潢都是對不對 你們當初是想要 做什麼樣的風格 我們當初是 我們是跟一個香港的品牌 它是做服裝以前 現在是做木工的東西 然後就是把他們 特別的裝潢就搭到這邊 就是這個店好像藝術餅一樣 因為我們第一個展覽 就是把這個店 就是做一個展覽 所以我們桌子 都是一個藝術餅 就放出了點在看 香港年輕人 把湘江設計帶進台灣 除此之外 這裡也有經典港式美食 特別是茶餐廳裡 下午茶點心 跟著竹竹 阿民一起來品嘗吧 哇塞…第一道非常地厲害 非常有香港味的 西多士 也就是從英文所稱的 Franche Toast Franche Toast 法式吐司 但一聽這個名字 就知道來自歐洲 對 但為什麼 法式吐司 是不是香港很有代表性的 因為我們知道 香港有被歐洲殖民過 所以這道料理在香港 被發揚光大 香港的西多士 是被票選為 全球美食 不是 你就知道它有多麼地厲害 對 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看一下 妳看 這就是標準的 上面要有一個奶油 像這樣子 對 它有炸過的吐司 然後撒一點糖霜 你看 這樣子 爆炸 等一下 你幹嘛這個汁液整個涌出來 我的天啊 妳看一下 裡面就是蛋黃 就是要爆漿 讓我立刻為妳服務 這個全球美食 當然是要給全球美女吃的 來 是… 你這是我們的全球美女 好奇妙 口感 我以為 它本來就是甜的感覺 但除了奶黃包裡面的內餡 它有一點鹹鹹的 鹹甜鹹甜的感覺在裡面 對 因為它外面有撒糖霜 再加上 因為加了鹹蛋的關係 它鹹甜的調和 非常地平衡 請給分 請下分數 我只能說 絕對比87分還要高 好的 我們就給它97 來… 換起來一口 這真的是滿滿的 你看這個金黃酥脆的樣子 天啊 好醉 可是好好吃喔 而且那個奶油的味道整個好香 然後鹹蛋黃加上炸過的那個 法式吐司在我的嘴巴裡面化開 真的是太醉餓了 吐司加入蛋汁 再煎到金黃色 最後加上奶油 今天先忘了糖分和卡路里 大塊朵頤吧 接下來這道是 黑松露秋葵炒蛋飯 這個跟香港又有什麼關係了 這其實是一道香港名菜 因為其實在台灣 我們其實秋葵會單獨吃 對 尤其很少用黑松露 你聽到這個名稱 你就會覺得它相當地厲害 第一是黑松露很珍貴 第二是你把它組合在一起 然後還能炒得好吃 聞到它的味道 你就已經覺得受不了了 對 而且就是在我的印象中 這樣的食材 譬如說秋葵會覺得好像吃日本料理 的時候吃到 然後松露感覺好像吃法式料理的時候 會用到 但是在香港因為是一個 比較多元文化的國家 竟然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對 而且你看它的炒蛋 它的顏色 你一看就知道它選用的是土雞蛋 因為是比較偏土黃色 然後你看黑松露不用錢 對 黑松露 我剛以為打芝麻 我剛以為是海苔 你跟我說松露整個嚇到想說 天啊 這樣的份量 單個…都是我非常喜歡的單品 加在一起 綜合的口感如何呢 我們就要真正的 全球美女來吃一下 好 就讓全球美女味品嘗一下 我喜歡那個蛋 本來就是一個滑蛋的感覺 然後再配上秋葵的黏液 會讓整個蛋是很纏綿的 很像枕頭的感覺 然後再配上後味是一個 濃濃的松露味 如果你不討厭松露的人的話 你會非常愛這一道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綿滑的松露 躺在枕頭上面 然後再配上後味是一個 然後進入你的嘴巴拿麵 聽妳這樣講我一定要吃一口 是… 因為有些人 其實有些人不可能會 怎麼會形容 妳是不是太誇張 妳有些人會 是因為主持人妳很誇張 你真的吃看看 因為秋葵的黏液 會讓它整個口感就很Smooth 然後順順地滑進你的喉嚨裡面 滑到你的食道裡面去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口味 讓我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 它其實綜合在一起 的確像妳說的 那種味道是都非常到位之外 可能是因為有飯 然後有炒蛋的關係 其實也讓我有一種 家常溫暖的感覺 炒蛋香滑好吃 加上黑松露的香氣 香氣逼人 再來 港式下午茶絕對不能錯過的 就是經典的港式雞蛋仔 上頭撒了糖粉 淋上巧克力醬 搭配香草 冰淇淋 還有香蕉一起品嘗 太幸福了 香港設計好厲害 港式餐點好好吃 經過討論 我們決定了 本店推開 好 謝謝美女 出口2出來後 沿著中山北路5段505巷街 福德路前行 到積合路左轉就到 好囉 好了嗎 我剛剛講到台下高 我們現在是有一點專業的 對 我知道 我們剛剛就是在Fashion Show 看起來有像 Fashion Model 設計師的感覺 各種高 對 連設計師都要非常地 各種高 有時尚感 因為今天是設計主題 沒錯 我們知道其實在服裝設計這一方面 台灣的設計師很活躍 對 在國際上還有很多本土品牌 也相當地厲害 所以我們來到一間工作室 設計師就是要有態度 對 我相信 你的態度真的很好 以我們的專業能力 一定可以來做一些 時尚潮流的評論 沒錯 因為在我們時尚… 等一下… 這位先生 你 你是 我才是這邊的負責人 對… 負責是這邊的負責人 你好… 我是有負責人 不好意思 這邊請… 旁邊今天會有點失禮嗎 跟他下你道歉 因為他跟Fashion 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剛剛看你們玩得很開心 對 因為我個人是就是比較相關的 對 我們就是要來體驗一下 這種服裝設計的魅力 對… 有什麼樣的方式嗎 其實我今天你們來到這邊 來我們工作室 然後我覺得我會給你們 一個任務 任務 對 給你們一個任務 就是讓你們 因為我們從 最簡單的製作襯衫 從設計 配色 然後開始 然後讓你們去 可能去評估一下 看一下你們到底對 設計服裝這一塊 到底有多時尚 感覺又有火藥味了 竹竹跟阿民要在這裡上演 決戰時裝伸展台 來到工作室 從挑布料 選扣子開始 熱情地縫製一件 自己設計的衣服 旁邊就是我的模特尤妮 哈囉 哈囉 UNI 我告訴妳 跟我一組真的是非常幸運 為什麼 因為我設計是走新的路線 真的假的 我會用心感受 畢竟妳也知道 潘映竹比較大啦啦的 所以她可能走一種隨性 我們要風格不同 年輕可愛的小美女UNI 平常就是文青打扮 夏立民設計師 會如何為她量身 打造一件適合的襯衫呢 我剛看我的模特兒 我真的覺得 妳選到我 算妳走運 真的嗎 因為妳知道 其實我 雖然是比較有Sense的人 妳知道夏立民那個人 就是她對於美感的東西 比較沒有什麼概念 她可能比較會讀書 但是關於美的事物 她沒有什麼研究 我也是這麼覺得 妳也是這麼覺得 而且我剛看了一下妳 我覺得妳平常的個性 因為妳也喜歡穿襯衫 喜歡 而且妳的襯衫也沒有太花俏 所以代表說妳給我的感覺 是一個穩重 樸實中又不失大男孩的氣質 妳講話好中肯 對不對 對 妳就是這樣 個性對不對 樸實的台灣大男孩喜歡隨性 裝扮輕鬆中又不失優雅 潘映竹設計師看起來胸有成竹 比賽開始 連布料都還要用搶的 真是歡喜冤家 看來阿咪已經搶先竹竹挑選好布料了 我已經挑好我要的顏色了 因為我的模特兒本身已經長得很漂亮 加上她又穿吊帶褲 所以我希望給她設計的是比較 接近那種自然系的 挑選了一些 跟大地比較接近的顏色 希望她在穿上之後 可以有森林系女孩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這些顏色 包括像綠色 或你看到這邊咖啡色 都有一種好像跟大自然 泥土結合的感覺 不過一件襯衫應該滿多細節 到底接下來要怎麼做 來問一下 Poi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 雖然說我決定了我的色系 但是一個襯衫好像滿多細節的 我接下來要怎麼進行下去 因為在給客人選擇的時候 有準備十個部位 比如說妳說領子 門巾或前面 袖口 袖子 每一塊部位都可以讓你選擇 不同布料 不同顏色 有這麼細 像我這樣子的初學者 我應該要怎麼決定 還是我怕我等一下一剪下去 我就後悔 其實我幫你準備了一個工具 對 就是這個工具其實 我們有十個部位 就是妳可以稍微去把它排一下 說比如說妳袖子 我袖子我想要是這一塊米色的布 然後可能配前面它是 咖啡色的 其實大概會有一點這個感覺 就是我的米色袖子 跟前面的咖啡色配起來是什麼感覺 太好了 這個真的太有幫助了 我有一點點概念 但是現在還不確定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來放放看 對 再多的創意想法 還是要化為實際行動 有了好用的工具幫忙 第一次設計就上手 這裁布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補作 因為就是整件的衣服 如果裁失敗就失敗 就可能再裁一次這樣 吃浪費了對不對 衣服它都會有板子 打板 對 打板的板子出來 所以我剛剛有說我們要做 前面對不對 對 就是整件襯衫的大部分 對 因為你看它前面 它就有分左邊 右邊 對 左邊 右邊 好 我們可以 左邊 右邊 然後後面 然後這個是袖孔 有沒有 袖孔 原來它是每一個有打散 它全部都是 對 是支解碳 我們再把它組裝起來 做服裝的像是拼圖的概念 你要一塊一塊把它拼起來 對… 兩位設計師說得容易 但是襯衫實作ABC 還是得慢慢學 幸好Pawing愛心教導 竹竹也動起來了 好了 一圈了 到這裡 老師 我畫完一圈了 OK了 OK 所以就是看這個線有沒有歪掉 對… 所以我可以直接拿起來看一下 對 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 前篇的部位 我像這樣子現在有合格嗎 還OK 還算合格 對… 至少看得出來是有一個形體 對… 至少看得出來有一個形體 我可是義大利的設計師 請坐下 拜託 對… 好不好 好 簽個名 好 反正這邊把它燒剪掉了對不對 這個會在衣服上面 這什麼 對不起… 這是在衣服上面 沒關係 這就有你的簽名 對 這背面可以用嗎 完全是到時候就知道是你做的 Oh my God 我真的很抱歉 這個活得掉嗎 沒有 沒關係 那天衣服就知道是你做的 那就… 這是我的設計 糗了… 這下只能趕快補牆加工 兩個人的設計之路 能夠順利走下去嗎 竹竹阿民這次PK服裝設計 兩人針對個別的模特兒 選擇布料和扣子設計出理想的襯衫 經過了縫製之後就快完成了 中間經過重重關卡 月幕800個步驟之後 終於來到最後一部分 剩下最後一顆扣子 把它封上去我的作品 還就要完成了 老師 對 我們現在終於要封扣子了 對 而且我剛剛發現很酷的是 你看 這邊有這麼多顏色的扣子 可以給你選擇 所以其實扣子也是可以扣子化 對… 看你自己喜歡什麼配色 而且很特別是它的扣子 不是一般市面上的扣子 它是自己特製 上面還有它們的LOGO的扣子 很可愛 特別 好 所以老師我現在把最後一顆扣子 我選擇黑色的扣子 要把它縫上去了 OK 好 所以你選到黑色扣子之後 然後我們這上面 我們剛有做一個記號點 是的 對 然後我們等於就是 直接從後面然後穿過來 然後再把扣子給放上去 然後就可以縫對不對 對 好 沒問題 然後就可以縫了 所以這個縫扣子 是跟我們平常那個縫扣子是一樣 基本上是一樣的 好 沒有什麼就是 特殊技巧的客製化縫扣子 沒有 妳會縫就可以這樣 OK 好 沒問題 我可以的 嗨 怎麼樣 主族設計師 那什麼東西 人家在拿針的時候 不要從後面下圓 好像有點普通這件衣服 什麼普通 我告訴你 在普通當中又可以尋找出 又可以做出它的類型質感 其實是不容易的 是這樣嗎 婆婆 是不是 就比較低調一點的感覺 低調一點 但是卻 低調中不失奢華 這才是最高的境界 錯錯你的銳器 不過看起來好像滿順利的 你的完成到哪裡了 我的已經OK了 完美 已經完成了嗎 對 我就是覺得我的 設計的能力就是有點 還不錯 竹竹不受阿民影響 專心做好最後的步驟 低調又不失個性的作品 就快要完成了 而阿民也快手完成了 扣子縫製 兩個人的心血準備揭曉前 要先整理一下 衣服完成之後為了追求完美 現在要把它燙平 但這其實是我最害怕的一個步驟 因為平常在家裡燙 就很怕會燙到自己的手 所以很少操作 但是 對 今天就來挑戰一下 這個感覺 運動也有點復古的感覺 對 其實它是工業用的 所以它是會直接噴震器 所以更危險就是 是 很危險是不是 所以另外一隻手一定要 不要好緊 你看這個氣 一看就覺得很熱 我現在大概把這個地方這樣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魔鬼它藏在細節裡 辛苦完成的設計 當然不能隨便亮相 熨燙整理之後 直接由模特兒穿上 您喜歡左邊還是右邊的襯衫呢 現在進入決戰時刻 今天我們剛才辛苦的設計 配色還有製作之後 就要聽聽兩位專業的老師 到底會把票投給誰呢 先請佩老師 OK 其實我看到兩件的作品 我覺得 其實竹竹這件的話 它就是比較實穿的 用單寧的布料去做配 跟格紋去做配色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是非常安全 也非常實穿 對 阿民這邊的話 我覺得它非常用色 非常大膽 然後用了很多大地色調 然後跟布料的選擇 也都搭配得剛好這樣子 所以… 聽起來感覺有點… 我選擇的會是… 走出這邊 Yeah 老闆 給我一次 你看果然是 還是跟人有關係 是 對不對 老師選的是我們兩個人的氣質 我懂… OK 沒有關係 還有一位老師 我來聽聽 大口老師的意見 我想我這是決定性的一票 那… 因為其實兩邊都各有特色 竹竹這邊的話就是 男生這樣穿起來就是很Urban 很休閒的感覺 那女生的話 文青的氣息帶一點俏皮 我覺得都很好 所以其實 老闆 你好好講 你居然不會想說要給他面子 然後就投他 有時候…還是要走心 而且我可以給模特兒的面子 給模特兒的面子 對 是不是… 你懂得你 所以我覺得是阿民 你在那邊跟我們… 小阿托 因為這樣的俏皮 跟大力設計這樣配起來 真的是比較好 所以果然有女模特兒 還是有好處的 畢竟我們評審都是男老師 可是這樣子 評審怎麼… 我們兩個是一個戰爭 我真的覺得 每次都這樣和平…和平結局 不OK 不行 不行 我們… 天啊 那邊有一個感覺 好像從米蘭來的時尚大師 總會剛好在旁邊 這麼巧 大師 我一下 你騎到時 我們需要你關鍵的一票 決定權在手上 你把票投在誰上 誰就是今天的冠軍 所以你的決定是 OK Well Well You know 就以我剛從米蘭回來的角度 來看 Yes… 我覺得還是 這位英俊的男士 是不是… 我都獲勝了 是… 來… 你來告訴我一下 我們獲勝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她的氣質 她衣服的氣質 跟她本人的氣質 她本人的氣質占了70% 妳衣服幫助她30% I'm so happy I'm so happy 謝謝… 沒關係 我們要有雅亮 有雅亮 這一件還是非常非常地好看 但不論如何 都今天經過了這樣的體驗 都感覺到 其實做衣服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當然妳心中還是要有一點想法 要把妳的想法實踐出來 非常地好玩 對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 非常特別的一個體驗 而且其實 阿米的那件設計也是非常地讚的 因為每一個人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設計 搭配在不同人身上 都會有不同的火花 所以想要體驗自己 手做衣服的樂趣 我們要告訴大家 就要醬玩 好厲害 沒有 我跟妳講 專業的西裝師傅 他不用擠了 他就這樣 好 他拿一個小子 他怎麼會這樣 而且比牙瓜在耳朵下 觀眾朋友們 有沒有人想要知道 我告訴你 我自己記下來 默默地收集人家 因為你兩次走動 不一樣什麼 對 怎麼會這樣 每個人都會有點長單手 好 好 完蛋 我們要分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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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